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6号 农历鬼卯年4月初八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外交部批巴拉圭总统涉台言论 称有关国家应尽早做决断 杠上赖清德 沉水扁深夜发文 此件排黑条款 台当局拟头400亿改善道路安全 预撕掉行人地域标签 美国协助台湾获取 北约令克22数据链系统 绿营称美视台为非北约盟友 美售台F16V战机 因技术原因延宕交付 何以青春 华语经典金曲巡回演唱会 在京开场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在25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巴拉圭总统涉台言论的提问时指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使国际大以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有关国家应看清大势 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和绝大多数国家一边 请看详细报道 有记者提问 即将离任的巴拉圭总统24号表示 巴对于中国开展贸易持开放态度 但不会改变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对此有何回应 毛宁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82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统中国建交 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使国际大义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有关国家应看清大势 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和绝大多数国家一边 尽早做出符合本国根本 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 位于南美洲的巴拉圭 是该地区仅剩的台湾所谓邦交国 在刚刚结束的巴拉圭大选中 执政党候选人圣地亚哥·培尼亚胜出 而此前在选战中表示 一旦当选就与中国建交的 在野党候选人阿莱格雷袭败 阿莱格雷今年1月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若当选将重新审视 与台湾的所谓邦交关系 阿莱格雷认为 巴拉圭并未与从台湾的关系中 获得足够的利益 而巴拉圭的主要农产品和牛肉 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 巴拉圭国家报日前报道 像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一样 巴拉圭要解决生产的结构问题 必须找到新的发展功能 而同为南美洲共同市场机制成员的 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 都与中国签署了投资贸易协定 但巴拉圭却因为没有与中方建交 而错失机会 来关注岛内新闻 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在社交媒体深夜发文 批评民进党立法机构总赵 柯建明 会帮台当局副领导人赖清德选举 强推左卫选举罢免修正草汉 自己要为此死见 请看详细报道 台湾立法机构今天将对所谓公职人员 选举罢免相关规定修正草案 进行三读表决 这项修改草案被党内称为排黑条款 条文中规定因洗钱犯罪者将终生不得参选 如果通过将直接断了陈水扁之子 高雄市前市议员陈志忠未来的参政路 陈志忠因涉洗钱罪被判刑一年 本月11号已经在高雄入监服刑 陈水扁因为儿子陈志忠洗钱一案 多次对该修正草案表达不满 陈水扁深夜发文称 看到民进党将应推所谓相关修正案 致指大开民主倒车 死见将使他哀莫大于心死的无奈呐喊 25号举行的凯达格兰基金会18周年晚会 就是自己人生最后一次的感恩告别 去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 民进党内将黑金列为败选原因之一 赖清德接掌民进党主席后 在民进党内祭出排黑机制 台立法机构小组委员会也通过排黑条款 规定层犯黑金枪毒等罪行者 不得登记为候选人 报道称 陈水扁25号传讯息给民进党内人士 希望放陈志忠一条生路 否则明天一旦表决通过 做出让我失望的事 导致我对人生不抱希望 什么事都会发生 包括竞选期间 支持者抗议不调如影随形 台行政管理机构25号通过相关方案 你未来七年投入400亿元新台币改善道路安全 以撕掉台湾行人地狱的标签 但岛内九成以上受访者表示 不相信民进党能够做到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台行政管理机构25号通过交通安全行动纲领 从工程教育监理执法四大方向提出九项行动方案 系统性改善人行空间 机动车交通环境 行人专用信号 以及校园周边交通安全 台交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王国才称 道路安全是今年最重要的工作 台湾被称为行人地狱 相关数据表现不佳 今年目标是将死亡人数年减少5% 其中车辆里让行人观念是一大重点 在教育方面 目标是让民众从小知道 开车时该怎么做 行人怎么保护自己等 据了解 去年岛内有394名行人 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1.6万多人受伤 平均每天有近47名行人 在道路上非死即伤 有台媒针对民进党当局 投入400亿元新台币 改善人车安全询问岛内民众 大家觉得这笔钱花下去 台湾就能脱离行人地狱的标签吗 结果又高达93%的受访民众认为不能 有台媒分析称 岛内车辆不让行人的问题最严重 道路本身也大有改进空间 台交通事务主管部门从2020年 就用相同的运作模式 整顿道路安全环境 但民进党当局不从根本解决问题 老是用大预算跨部会的方式提解药 下猛药 恐预速则不达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期消息 台军方26号证实 美国将协助台湾取得北约 令克22数据链系统技术 台军称此举将使台军 真正与美国及北约各国实现联网互通 形成共同作战图像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台军现有的运安系统是使用 LINK-16 LINK-22则是以LINK-16为基础 而开发的升级系统 能采取自动编组功能 完整呈现敌军与友军位置 并形成作战图像 相较LINK-16 LINK-22具有大幅提升超地平线联网 强化抗干扰能力 提升指挥效率 信息传递更快 且传递单位增加等优势 岛内绿营学者声称 新数据链系统的使用 意味着台军将可以真正与美方联网 美方更将台湾视为非北约盟友 这也符合所谓美国2023国防授权法精神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曾表示 美方一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美方的做法充分暴露其 武装台湾以台制华的险恶用心 我们敦促美方放弃打台湾牌的图谋 停止在涉台问题上进一步玩火 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F-16V战机 原计划将于今年交付首批两架 台防部门本月初称 因新冠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 交付日期延后至明年第三季度 但美媒消息指出 F-16V战机延后交付的真实原因 是负责组装的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遭遇技术问题 请看详细报道 美空军发布声明 首度点出F-16V战机的生产 遇到了复杂的开发挑战 这比先前所说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更麻烦 但并未详述具体内情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声明中则称 公司正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解决各项挑战 以支持美国各项安全目标 英国路透社此前报道称 自去年以来 台湾就对美国多次将供应优先转向乌克兰 从而延迟交付武器颇有怨言 面对美方再度推迟交货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25号回应称 2026年全部到位的目标没有变 目前与美国沟通顺利 66架届时通通可以到绝对没问题 非政府组织武器贸易论坛搜集的数据显示 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6月到2020年12月 一共向国会通报了11次对台军售 金额高达182.7亿美元 但拜登政府自2021年8月到今年3月的相关统计 则分别为9次和35.06亿美元 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表示 尽管拜登政府一直对台提供安全援助 但局限性大 去年因不符合所谓非对称作战战略 而取消军售项目 包括台湾求购的MH-60R反潜直升机 E2D预警机和M109自行火炮 有大陆军事专家指出 F-16V战斗机无论是改造升级版本 还是全新制造的 本质上都是旧瓶装星球 无法让台湾空军获得装备优势和技术优势 美对台延期交付的一种可能是 为了拖延项目 这是美国军火商的惯用伎俩 目的就是施加压力 骗取更多经费 最后再来看一条融融观系列新闻快讯 5月25号 海峡两岸纪念流行音乐交流合作35周年 何以青春华语经典金曲 巡回演唱会在北京隆重开场 海峡两岸众多音乐人 音乐行业从业者及乐评人欢聚一堂 共同回顾两岸流行音乐交流合作35年来的辉煌历程 共化华语流行音乐美好的明天 据悉 何以青春华语经典金曲巡回演唱会 由九州音像出版有限公司主办 北京十二全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演唱会将聚合两岸交流合作35年来 最具经典的流行音乐作品 圣邀海峡两岸最具影响力的歌手 在全国多个城市展开巡回演出 全景展示35年来 两岸在流行音乐领域交流合作的灿烂成果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再见